我們看看這條小測2.6 是講到一個網球 它就跌了去地球 然後反彈到原本的高度 我們這個情況 我們平時的經驗就是 網球在地上跌下來 然後能夠彈上去原本的高度 其實暗時 撞到地上的速度 當是負U1才算 撞上來的速度就是V1 而V1的數值 和U1的數值應該是相同 才會彈到相同高度 原來這個情況就是 不只是網球有向下跌和向上升 其實這個位置 即是地球 地球被撞到後 其實被撞到後 就會向下跌 然後向上彈回頭 即是網球的運動是這樣的 即是先向下跌 然後向上升 而地球被撞到後 也會先向後退 然後彈回頭 但在這個過程 當地球和月球 和網球是一個系統的話 沒有外力影響它們 其實就會出現M1U1 加M2U2 就等於M1V1加M2V2 地球就是地球 就是M1 網球就是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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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剛才我們說的 U2和V2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這個就是向下跌 和向上升 這個速度 這個速度 因為我們 如果將公式 調一調轉的時候 我們就會出現M1 V1-U1 就會等於M2-V2-U2 就等於M2-V2-U2 好了 你組一組這條式 你就知道 將地球和網球 變成一個系統 它們撞到的時候 它們就是 momentum 就是conservational momentum 於是我們就發現 因為那個質量的比例 質量的比例 其實就是速度的比例 相反 就是如果這裡 拿了一個絕對值的話 那這個情況就是 因為M1 是大過M2很多 地球的質量 比網球的質量大很多 所以 那個M1是很大的時候 就是說那個 網球的速度的變化 的數值 是大過 地球的速度的變化 的數值很多 但是 它們兩個 它們兩個 那個動量改變的數值 是一樣的 所以回應回這裡的問題 就是地球的速度改變 的量值 比網球的速度改變 的數值的量值 少得多 這句是正確的 因為這裡是說 速度改變 但是下一個問題 是問動量改變 動量改變 其實 就是這個數值 這個數值 和這個數值 基本上這個數值 是一樣的 動量的改變 是一樣的 所以這句就是錯了 就是說 這個 剛才有提過 速度的數值 就是網球的變化是大 地球的變化是小 但是動量改變的數值 是相同的 至於它們的撞擊力 其實就是把這個數值 除回撞擊時間 即是把這個mv-mu 除了t 大家接觸的時間是一樣的 所以除了撞擊時間之後 那個其實就是個 當它們兩個接觸的時候 我們說 這個網球推地球向下 我們稱為F F 就是撞擊力 我們稱為F 接著就是地球推網球向上 這個就是F' 其實這邊就是F' 這邊就是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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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撞擊力 它們兩個是量值相同 方向相反 是作用力反作用力 是Action Reaction 所以當它說到靜力的時候 這個力也是不對的 因為這個和這個是一對的 它們的動量的改變是相同 靜力也是相同 所以這題的答案只是一